我們當初如果聽我的話去買 國庫就賺了一百多億耶 總裁你如果講的話都沒有認真聽一下 對於黃金我們是長期持有 我們的立場就是說我們也不賣 到目前為止我們也不買 所以我那時候建議你們沒有買 那是十點的問題 就是十點啊 十點才是最佳建議的買點 你買第一現在高賣的話 不就是賺一百多億嗎 這個八八委員 當然這個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事後諸葛亮 不是事後諸葛亮 不是事後諸葛亮 我那一次去文員 去看的時候 我還說要求你們列紀錄 你們現場都有人去啊 八八委員我記得 我記得齁也有建議我們的齁 我也有建議 也有建議我們就是說 那個時候是在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 快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市場都說 最少都是約會到兩千 所以呢也有就建議就是說 那這個黃金呢一定是到兩千 為什麼說不在一千六百 進去買 好啦從來算了啊 那我們也沒有進去買 結果呢那個時候呢一直跌 跌到多少也就是跌到一千兩百 所以我說一千兩百七要買嘛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齁 有這個正面的一個 的機會 但是也有負面的機會啦 好啦從來 這樣子啦齁 反正沒買都沒買了啦齁 主席個人處理習慣 您的好主席 我請楊航總裁 我請楊總裁 先把口罩拿下來 總裁啊最近是悶經濟啊齁 是 我戴口罩也是悶的其實心慌慌啊齁 那全世界這個悶經濟啊 這個情況非常嚴峻齁齁 那總裁你覺得現在情況會不會比SARS還要慘 那未來的 這樣一個悶經濟的情況啊 大概會持續 三個月半年還是會一年以上 其實沒有 hè 跟我們說 以及 produce 所以這個jonal 肉身處理 的 那哈 他好像也有控制下來 不過呢 其他的國家 特別是歐洲 日本韓國 特別是韓國 他這個疫情 也爆發得滿那個 還有中東 那這些呢就是說會讓人家 一普遍都認為就是說 恐怕會延遲到 六月底 到六月齁 總裁覺得六月以後 就會天下太平 這個也不一定 因為這個 比較好的預測 你這樣講起來是六月齁 差一點的話 現在也就是說 因為他的不確定性 現在是越來越高 這安全很重要齁 事實上大家都小心齁 央行也是很重要的單位齁 請問央行 你們是不是有人 有感冒請假的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現在進 進我們行都要量體溫 我知道你們現在是不是有感冒請假的 央行啊 以目前為止 你們員工啊 蛤 我好像我們沒有隔離的 隔離的那個 沒有 如果像你的單位裡面有人 有確診一例 你們的SOP流程大概怎麼做 如果有兩個中的 你們要怎麼做 有有有 有沒有異地辦公啊 央行很重要 我們現在有異地辦公 央行一天不在的話 新台幣就垮了 所以呢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這異地辦公已經就實施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我們的 我們的操作呢 我們的操作呢 我們也到異地 異地點地方去啦 所以這個都 我們都有 有有有做預先準備 你要小心啊 不然如果台幣停止交易的話 會怎麼樣 委員講的沒有錯 這個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齁 疫情到中間的時候呢 我們就非常有 我要做最壞的打算 做最好的準備 沒有錯沒有錯 沒錯啦齁 沒錯繼續要做 希望講的齁 就是真的要落實啦齁 有有有有 比如說黃金啦 是 黃金現在 我們 那個央行的 黃金有多少萬盎司 一千三百五十萬 好 我記得上次啊 去金庫 去視察的時候啊 去考察的時候啊 奔西啊 具體的建議總裁齁齁 請你們那時候在 每盎司 一千兩百七十塊的時候 我拜託你 多少買一塊 加減買 請你買個 五百億 今天那個 每盎司是多少錢 國際的金價 我現在好像是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多 一千八了啦 一千六百多啦 一千六百多啦 我想齁 就是說委員 差了快三十趴啊 我當初說具體建議買五百億 三五十五 等於 我們當初如果聽我的話去買 國庫就賺了一百多億耶 總裁啊 你如果講的話都沒有認真聽一下 是啦 對於黃金齁 我們是長期持有啦 齁 我們的立場呢 就是說我們也不賣 到目前為止我們也不買 所以我那時候建議你們沒有買 當然啦 那時候十點的問題啦 但是也有 就是十點啦 十點才是最佳建議的買點啦 你買低現在高賣的話 不就是賺一百多億嗎 這個 八八委員齁 當然啦 這個有些時候齁 有些時候齁 有些時候齁 事後豬哥亮齁 也是有 不是 事後豬哥亮齁 我那一次去文員啦 去看的時候 我還說要求你們列那個列紀錄 你們現場都有人去啊 八委員齁 我記得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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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建議我們的齁 我也建議 也有建議我們 就是說那個時候是在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 快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市場都說最少都是會到兩千 所以呢 我們也沒有進去買 結果呢 那個時候呢 一直跌到多少 也就是跌到一千兩百 所以我說一千兩百七要買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齁 有這個正面的一個 的機會 但是也有負面的機會啦 好啦 總統 這樣子啦齁 反正沒買都沒買了啦齁 那我現在請問你齁 對於黃金啦齁 是 未來的走勢啊 你的看法怎麼樣 黃金齁 現在講起來齁 我跟委員報告齁 事實上他也是 漲漲跌跌啦 你看看 我們來看看石油就好了 那石油也是啊 以前也是將近到 一桶一百五十 一億一百五十塊美元啊 到一百八十塊美元啊 結果呢到目前你看看 現在也是跌到多少 甚至以前也跌到多少 所以跌到一桶十九塊 那現在呢 所以他又跌到三十幾塊 那 那那那那那 那你不能就說 喔他可能也就是都會是三 那總裁這樣 油跌那麼深的啦齁 現在三幾塊嘛齁 那這個對經濟會 產生多麼重大的影響 你可不可以大概講一下 啊基本上齁 這國內的經濟成長齁 會不會重創 我想齁 就是說 對某些人他是得利啦 少部分啦 欸對啦 欸那也不一定是少部分 有一些企業 如果說是練石油的那些石化業 可能他會 他會受到影響 齁對不對 但一般的騎車主啊 一般的汽車主這些啊 因為 石油價格下跌 他一定 他的那個 可是全世界經濟都重創啊 那當然 就是說 從 因為整個需求都降下來了嘛 那是 經濟活動不活躍了 欸是 那個是 那個是 那個是我啦齁 也就是說因為需求不佳 需求不佳 整個需求不好的時候 總需求不好的時候呢 那對 油價 對石油的需求 也就 就會減少 那你的供給在增加的時候 那當然啊 你的他的價格就下跌啊 那總裁 最近對國內的GDP啊 經濟成長啊 是 大概要下修了吧 會不會破二 會不會破二 那個主計總處呢 他是下修啦 下修多少 他是從 2.72下修到 2.37 會不會破二 那 有一些的 投資機構呢 他是也有 央行咧 央行的自己的 研究單位 我們在3月19號的時候 我們會公布我們的預測 幾號 3月19號 快到了啊 是快到了 那你現在手上的資料大概是怎麼樣 欸 我想呢 我們上一次的調整 我們上一次的預測呢 是在2月 是在去年的12月底左右 那現在呢 經過了幾個月了以後呢 還等就等 總裁啊 你看現在的經濟的局勢喔 真的很可怕喔 上上下下 每股可以一次漲2000多點 可以暴跌1500點 台股今天跌了500點啊 台灣的股市啊 成為 外商投資客的提款機啊 是 最近會出去了多少錢 啊 我們如果說 根據 那個 根據齁 根據那個 那個 那個 昨天是大量會出是不是 他 他是有 那個 他是有匯出啦 他 會出多少 金管會呢 他一個1月份的時候 2月份的時候呢 他將近就會出去 將近40億啦 40億美金是不是 是 是 外資他持續 賣超的情況喔 是 好像一直沒有停歇耶 但是相對的 我剛剛也 也有 談到齁 就是說 現在呢 全球的股市呢 波動非常大 他是在做修正啦 齁 那不過呢 相對的其他的 那個市場來看的話呢 我們的調整呢 他的幅度還是比較 比較 比較少一點 假設 台股 造成恐慌性 非理性的賣壓 不斷的出現 是 央行有沒有什麼金融的工具 可以來救市 不過 外匯存體要不要拿來買股票啊 不過 外匯存體 不會啦 我們外匯存體是不會 有沒有考量過 沒有沒有從來沒有 為什麼外匯存體可以去買美國的債券 你不可以買台灣的股票咧 沒有 因為 我們這樣的話就是 會變成有兩成匹的那個 的想法 因為我們是美金 那新加坡主權基金也都在買啊 主權基金跟他的 他的那個中央銀行所握有的 那個 外匯存體 那是決然不同的一個 的機制 他是決然不同的機制 以前討論過啦 外匯存體要撥一些錢 來做國家的主權基金啊 主權基金 他的主權基金也分兩種 一種的是純粹對外的 有一種的是對外對內都可以的 那中央銀行的部位就是說 時間到了 總裁 那個 台灣的利率什麼時候調降 我們 我們 3月19號的時候呢 理事會也會來討論就是說 我們的利率是 要怎麼 是 要怎麼來調整 會在 聽說要調降兩碼是不是 這個我不曉得 還是一碼 我現在沒辦法 調降是一定會調降啦 那就是一碼或是兩碼 這個會 理事會會 你問沒有啦 你一定問沒有啦 沒答案啦 好啦 謝謝時間到了 謝謝 好謝謝